这一部分将会介绍一下Excel的透视表 什么是透视表 透视表的英文名称叫做Pivot Table 它是对表格信息进行总结和归纳的一站式工具 更具体的描述是 我们基于一个有更大信息量的一个比较大的表格 我们想生成一个可能具有统计性总结和归纳作用的一个小的表格 所谓的统计性总结可以包含求和求平均值 或者其他统计量的这么一个计算 基于透视表我们将给同学通过一个案例 有更深层次的一个介绍和展示 首先看这个案例的场景和需求 我们艾克森公司的区域销售团队 对于我们的分析师有一个需求在沟通的过程中 他们希望可以一站式的呈现销售量目标 在各个区域及市场的一个分布情况 可以用一个表格来展示这些情况 另外他们希望自己可以随时的灵活查询 各个具体销售渠道及产品类型的销售量的目标 这个是区域团队的一个需求 我们来看如何使用透视表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们现在来看如何一步步的通过数据透视表来完成这个任务 那制作数据透视表常用操作步骤的第一步呢 是我们先要选取数据透视表 那基于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先选择功能选项的这个插入 另外呢我们选择数据透视表 第三步呢我们在数据透视表选择之后 蹦出来的这个功能窗口一遍 选择表格 并且呢将这个表格规定成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个表格 也就是我们背后这个蓝色的这些表格 然后最后呢我们点击确认 我们再通过Excel软件 直接去实现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透视表制作的第一步 首先呢我们选择插入这个功能模块 我们找到数据透视表 那马上呢蹦出一个窗口来 我们先选择这个数据透视表所对应的表格和区域 那此时呢 Excel实际上是自动把当前的这个表格 也就是我们看到虚线所包裹的这个表格 选为了当前的表格 那如果Excel并没有这么做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重新自己再选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表格右边的这个键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表格中的任何位置 再全选这个表格 那全选这个表格呢 实际上我们是通过Ctrl A来实现的 那这么选择之后呢 同学可以看到这个虚线呢 包裹住了整个表格 那么再点击这个键 回到刚才这个窗口 另外呢 我们可以选择新工作表 也就是说 我们将在最后生成一个透视表 我们希望这个透视表 是在新的工作表里 还是在当前的这个工作表页面里 那我们选择新的工作表 最终呢 我们选取确定 完成透视表制作的第一步 我们来看数据透视表操作的第二步 选择透视表的字段 那首先呢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这次制作数据透视表的目标 其一呢 是我们希望总结销售量目标 在各个区域及市场的一个分布情况 其二呢 是我们希望提供给业务同学一个报表 它呢可以灵活地去查询各个具体的销售渠道 及具体产品类别分别的销售量的目标 那基于这个需求呢 我们在筛选这一栏中 就需要把销售渠道和产品类别 这两个字段放在里面 那放在里面之后呢 我们发现实际上 左边这个透视表中 会出现了两个筛选器 这个筛选器可以让我们去 点击这些箭头下拉它 选择不同的销售渠道和产品类别 当你选择之后 数据表的相应位置的数据 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那行呢 我们选取的是区域和市场 原因是 我们的区域同学是希望可以看到 不同区域和市场的一个销售量分布情况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维度给提供出来 列呢 我们选取的是月份 原因呢 是月份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看销售量 目标在不同时间段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 我们把它选为了列 那选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个每一行的这个名称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选择的行的这些参数的一个表征 那列的名称呢 就是我们选择的列的这个参数月份的一个体现 在选择完行跟列的这两个维度之后 我们再选择值 值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想在这个表格中的主要位置 去展示哪一类的数据 那像我们之前说 我们的目标是展示销售量目标数据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把销售量目标这个参数放在这里 并且呢 我们实际上是要对销售量目标做一个求和的 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选择 我们是想对它求和 那这么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生成了这么一个数据透视表 具体的情况 我们用Excel 可能更加直观的可以给同学展示 我们重新打开Excel 那在完成了透视表的第一个步骤之后呢 我们在另外一个type会出现这么一个框框 这个框框呢 实际上是我们之后数据透视表所要出现的位置 那像步骤二的PP中演示的那样 我们第一步呢 先选择我们想基于哪些维度 去对这个数据透视表之后有一个筛选 那我们所选取的维度呢 基于我们需求是销售渠道 那我们把它拽下来 还有呢 就是产品类比 所以选完筛选器之后 我们马上在左边这个透视表这出现了两个筛选器 这个筛选器呢 可以帮助我们之后作为进一步的销售渠道和产品类比的筛选 那在行呢 我们刚才说我们想选取区域和市场作为一个维度 来看不同区域和市场的这个销售量目标的情况 列呢 我们依然是选取月份 值呢 我们选取的是销售量目标 我们把它拽在这里 在第三步呢 我们将选择表格数据值的计算类型 那在之前一步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看到我们实际上是把销售量目标 这个参数拉进了值的这一个模块里 那拉进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销售量目标的一个默认的选项 也就是我们想对销售量目标值 在每一个透视表的单元格里做一个求和 也就是我们想做一个求和项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们除了求和 可能还想求一些相应的一些平均数啊 或者最大值最小值这些其他的计算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选取这个参量右边的下达箭头 我们选取之后呢 会蹦出来一个这样子的对话框 对话框中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选择计算类型 比如我们现在呢是求和 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 比如计数平均数最大值这样 那我们在Excel里面具体展示一下 对于销售量目标 不同计算类型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的默认选择呢 是在每一个值的这个位置 计算所有销售量数值的一个和 那同样呢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下达箭头 值字段的设置 我们选择其他不同的计算方式 比如呢我们可以计数 我们确认 我们看到所有透视表值的这些位置呢 它的数字变成了在这个位置 有多少销售量目标数值的个数 那比如呢我们2019年1月 在北美这个市场呢 我们有六个不同的销售量目标的数字 那这六个数字呢 我们对应的应该是不同的产品类别 我们看产品类别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只选择某一种的话 那所有的数字呢就变成了1 除了这些区域级别的求和项 那我们进一步把这个销售量目标 换成我们说平均值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又发生了变化 那在透视表的这个每一个数值位置 我们现在求的是对应于这个位置的所有销售量目标数字的一个平均值 到此为止呢我们是生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透视表 大家注意在这个透视表中所有的黑体的数字 也就是所有数值实际上呢都是某种求和计算的结果 比如我们看欧洲中东在2019年1月份 它有一个数值是1564 1564它是一个黑色字体 它实际上呢是底下这些欧洲和中东所有细分市场 在1月份销售量目标的总和的一个值 实际上就是1564 那我们再看右边也有一些黑色字体 比如我们依然看欧洲和中东这个最右边的这个总计 9124 91124 它呢实际上在列的标题上就标注了 它是一个总计的数字 它实际上反映的是所有当前的这些列 2019年1月份到6月份 这6个月份所有销售量目标的求和 对于欧洲和中东这个区域来讲 所以在这呢有一个黑体字 并且呢在底下比如1430 也同样是德国这个市场 在前6个月的一个求和的数值 那我们进一步来看 我们使用这个筛选器的时候 这个表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假设我们想看的是在线聊天 这一个销售渠道 而不是所有销售渠道总和 我们看到这个透视表的数值都有相应的减少 都变小了 那我们进一步筛选产品类别 我们只选择CRM和ERP组合 那我们看到这个表格进一步又变小了 甚至于有一些市场可能不存在这个产品类别 那在这个表格中就消失了 那当我们重新再选回所有的全部产品类别之后 这些市场又回来了 第四步呢是我们可以选择表格数据的值显示方式 那具体我们看这个截图 当我们生成了Excel的透视表表格之后呢 我们可以右击去直接去点击这个表格 然后呢在值显示方式选项中 我们可以对这个值有进一步的不同的计算方式 比如呢我们的默认方式是无计算 但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选择行汇总的百分比 或者是列汇总百分比等等其他形式的计算方式 那我们具体用Excel软件来展示一下这件事情 这个呢是我们在之前步骤生成的这个透视表表格 我们在透视表表格随意的位置可以右击一下鼠标 然后呢我们看到有值显示方式 这么一个选项 那我们的默认呢是我们选择的透视表 当我们选择的列行和值之后呢 这个值将直接展示在我们这个透视表里面 也就是这是默认的无计算选项 但同时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进一步计算 比如我们可以进行汇汇总的百分比 那我们点击它 我们看到在点击行汇组的百分比之后呢 每一行实际上到最后的总计呢都是百分之百 然后这一行的之前的所有列 我们可以看出它是占这一行总数数字的百分之多少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求行汇总的百分比 可以直接地看出任何一行不同列数据的一个大小的一个比例关系 这个呢对于我们的一个横向的数字比较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类似还可以选择列汇总的百分比 那我们点击它之后 我们发现类似在每一列到最后的总计呢都是百分之百 然后这一列之前的所有选项 我们如果为了方便我们只看区域 实际上区域的所有的这个数值加起来 它将会是最后的这个百分之百 也就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在表格中纵向了来比较 每一行数据的一个差异和大小 在制作完成Excel的透视表后 在把结果呈现给同事之前 我们通常还会进行一步对表格进行加工美化的步骤 以方便之后阅读者对表格的理解 那我们在Excel里实现一下这个功能 首先呢我们将原来制作好的透视表复制粘贴 到一个新的位置里 在复制粘贴成功之后呢 我们选定我们感兴趣的 希望比较一下大小的这些数据 那我们把这些数据圈起来 圈好之后呢我们点击条件格式 在条件格式中我们可以点击色阶 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 那选择之后呢我们发现 我们圈好的这些数据 其中数值比较大的这些被标成了绿色 数值比较小的这些标成了红色 那介于中间的呢标成了黄色 那基于这种颜色呢 我们就可以更加直观的来观察 这个透视表中不同数字的大于小 同样呢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看 那除了颜色我们还可以选择数据条 那通过这个数据条的长短呢 我们同样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出 这些数据的大于小的关系 所以有了条件格式这些选项 Excel的透视表就可以更加直观的展现在 业务同事眼前 在介绍完了数据透视表的五个步骤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直接的看一下数据透视表的一个产出 那这个产出的这种形式呢 将会直接展现在业务同事眼前 那我们先看这个产出中的第一个版本 我们试图总结销售量目标在各个区域及市场的一个分布情况 那这个表格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横坐标就是我们刚才选取的不同的区域和市场 纵坐标呢是不同的月份 那在这个表格中 我们用颜色来标注了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月份 它这个销售量目标的大小 那比较大的就是绿色 比较小的就是红色 通过颜色我们直观的就可以看出这些规律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相对来说北美总体呢还是比较绿的 也就是说它的销售额的目标是比较高的 那相对来说亚洲这些区域 它的销售量的目标呢就相对来说低一些 那第二个版本呢 是我们可以按照区域地区来计算 每月目标所占半年的一个百分比 这样的话可以凸显区域地区的这个月份的差异 实际上产出的表格就如这种形式 我们实际上在第一个表格的基础上 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是我们用鼠标右键点击了这个数据表 并且呢我们对每一个页数据的值进行了一个行的百分比的计算 这样的话每行它的总计都是百分之百 但是呢不同月份所占的百分比的高低一下子就可以体现出来 那我们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 像北美它实际上六月是最绿的 也就是说这个半年中的销售量随着月份的区分来看呢 六月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二月呢相对来说它比较低 所以通过这两个透视表我们就可以通过不同的侧面 更加全面的去总结和体现出我们这次销售量目标 在不同区域地区和不同月份的这么一个呈现的一个数值 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数据透视表所教的内容 我们介绍了数据透视表操作的常用的步骤 那这五步呢是我们首先要选择 数据透视表这个功能像在Excel里 第二步呢是我们选择透视表之后 我们选择这个透视表所相关的一些字段 那第三步呢是我们选择透视表 所展现这个数据的具体的计算的类型 它有可能是求和有可能是求平均数这样 那第四步呢是选择表格数据的值的显示方式 值的显示方式呢可以没有任何其他计算 可以按行来求一个百分比的一个计算 可以按列做一个百分比的计算等等 那第五步呢是我们把生成的数据表格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比如我们可以给不同的数值加上不同的颜色 或者是不同长度的横条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直观的展现这些数据的大小 我们在这里呢也明确一下Excel透视表的适用场景 首先呢它所适用场景所对应的数据量不要太大 因为如果数据量是接近于一个Gigabyte的时候 Excel本身处理的速度已经是相当慢了 另外呢Excel的透视表是按照类别计算测量量的交叉表格 并对表格进行呈现这种分析方式的最快的实现方式之一 那我个人认为通过R或者是Python去做同样的透视表 并把它展现出来 去具体操作的效率和到最后表格产出的这个美观呀 还有简洁程度实际上都是不如Excel这个透视表功能的 同时呢它也适用于涉及多维度的一个对比分析 同时需要分类呈现数据的结果的时候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在之前的例子中可以看到 我们实际上涉及的维度还是很多的 我们想知道不同的市场区域以及月份的一个销售量目标的一个值 我们通过透视表可以把它切出来 同样呢我们也需要分类的去呈现一些数据结果 比如我们想通过产品或者销售渠道 对这个数据结果呢有一个筛选和分类 那Excel透视表呢也提供给我们这种筛选器的功能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